明天12月1日是世界癌症病日 最近美国的一项新研究划线 在美国的120万癌症病毒 HIV 携带者中 三分之一都没有对他们的团队危险 持续控制措施 该研究的保证指出 癌症病导致死亡的危险 以及现在HIV反而不轻疤 但其中也不闻全是坏消息 联合国抗癌症病与癌症病激发人员解释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取得相关治疗 因此去年与癌症病相关的死亡人数 出现减少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发布的一段新闻到显示 美国所有接待HIV的人 只有36%接受了抗命反过病毒的症状 这种治疗所使用的药物 对HIV病毒有益治作用 并能极大的减少将癌症病毒 传播给幸福反复的机会 因为携带有飞带跟进行的美国众女表示 我们在女生之年 将会配置携带这种点 但前我们不善饮食 坚持按食物药 定期从医生检查病毒治疗 我们医生检查病毒 免疫情检查病毒 在中国已达到约3,700万人 最终的推测检查病毒 前所与埃斯病相关的承诺人数 从2005年的企图高峰以来 已经却没有传在这21亿 但是 比于越来越多的国家 达到对埃斯病的高标准控制范围 因此也希望在新闻年龄 达到全面的预防性质量效果 在这个建立游戏的艰难计算 我们看到变了越多的国家 年龄他们的预防性质 甚至年龄的感染人员 在奥塔利亚 据估计半分以2万人 在预外产兵 在预防范围内 平均每一星期 提升时让我们去评论 至述 23世捏 外国冲赫 为1 黄奴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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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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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